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Stingle 就是這樣的 我極度有理由相信 大會因此只有一位 因為前前後後兩位 都在坊間裏面 非常出色又有老的人士 我比較少用 不過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很包容 每一種人都需要 這次跟大家講的話題 就是講emotional health level 其實只有兩點 一個就是什麼是emotional health level 第二個就是 從organization的prong of view 我們怎麼看這件事 就是這麼簡單 這張生意應該是全場最多字 還有一張比較厲害的 這個就是這樣的 有三個definition 第一個是我們講的 其實最簡單的意思是 就是所有emotional health的人 的狀態 就是他應該理論上是 highly conscious的choice 和practices 意思就是說 我腦裏面應該 我很清楚知道這麼多選擇 和當我會做的行動 第二個點 也看到很多 就是我自己見過一些 企業上經常發生的狀況 就是 大家不要緊 一起講strategy 不過背鍋的時候 最好理會 那 有emotional health 的人 或者leaders 他們經常有這個狀態 就是他會停一時間 都不一定是自己錯的 不過起碼會停下來 reflect 想一想 究竟這件事裏面 我有沒有responsibility 第三 我們都講的 就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行為 和自己的感受 如何可以影響到別人的 當然 在影響別人的同時 其實也影響到自己 是吧 剛才 Dorothy開場的時候 說reinventing 個organization 小弟 就是被一位人陷害 就是叫我看這本書的 但是 有看 有少少幾精彩的 那他裏面 序裏面有一個 我很記得的 他就會問 喂 你知不知我們說 問人有幾個腦 經過了剛才 Kelton有少許滑滑滑的時候 我就不敢問 是吧 就給你 舉手指 那就是 一啦 二啦 三啦 最多就是十幾 我猜猜多一個 喂 示範一下 你覺得人有幾個腦 就是有一個腦 一 二 三 OK Alright 證明真的有很多 Hady Graham的人 很明顯是 我看那本書的時候 他就說 大部分人都說一 是不是 或者二 因為人們很聰明 喂 不是呀 左腦右腦 是不是 他就說 根據這件事 我也沒有跟兩位大哥說 我真的去問五個醫生 在香港的 我就問 喂 你知不知人有幾個腦 這些醫生真是醫生 他就說 甚麼是腦 Defination是甚麼 那我就說 我怎麼會做 我又被讀醫 那當然 冷醒 就給個 lecture 回頭 他就說 在醫學界去看腦 這個 definition 就是 任何東西 我可以有記憶 儲存 然後幫助我們 決定的 我們呢 其實呢 就可以是一個腦 但是呢 大部分的醫學界 大部分的人 都會說是一個腦 但是如果你問所有醫生 其實呢 在他們叫做 Invalidable Practitioner 的過程裏面 他都會告訴你 其實他有三個 即是真實地 你解剖的時候 在三個地方 我們儲存了一個 一個細胞的體 我不知是甚麼 總之呢 可以 store 一個 memory 而影響你的 decision By這個 definition Enneagram 的人都會很熟 是嗎 腦中心 心中心 還有這個腹中心 我們叫 the body 因為我們 我們把這件事 擺在contact 做個leadership 那我就看呢 你會看到那些字呢 通常你會 你會relate到的centre 是嗎 Thinking Direction 第三個就是我字外的 永遠都是說strategy 然後跟你做performance ratio 你覺得你不夠strategy 但你不知道要說甚麼 是嗎 那Alertness 有少少好像 Karen剛才說到的 我怎樣看那個future 我知不知道 這裡有情況有危機呢 possibility is obviously 那要我用這個字 去some up 這個腦最大的作用是甚麼 我會用carity 其實看這件事是否真的很清晰呢 是否make sense in a way heart 都明顯是在feeling 有relationship engaging empathy attention again 我用一個字呢 我自己會用connection 因為我覺得說來說去聯繫 是嗎 這個心 去到我body那裏就行動 就說doing execution empowering alignment grounded 我自己 這個有少少跟大家的學術 都有些研究的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字眼 我自己比較尊重courage 因為我覺得在groundedness裡面 在日常發生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多東西 不是你相信中這樣 但是你有沒有那個信心 沒有足夠的information 沒有足夠的 你明白的情況下 你都會做一個行動呢 我覺得跟courage是非常掛勾 如果我們真的擺去跟leaders 說emotional health level 我們怎麼說呢 你也知道 因為他也是這樣 跟CEO要做些to什麼的事情 就好像講得很明白這樣 我就說 喂 其實你想想你CEO進來 你到底要做什麼 一定是說5-year plan 是吧 就算不明白 也一定要把他推出來 是吧 其實那個是什麼 created vision 是sending direction 然後呢 就怎樣 好了我定了 沒理由沽方自想 是吧 當然是要給A department 和B department 是吧 其實過程是什麼 就是大家幫幫忙 其實你都是想拿個buy in 那個是一個hard connection的process來的 到最後了 嘩 好明白 真的很pump up 5年計劃 我又覺得你說得很make sense 但我可以不做的 是吧 因為很辛苦 那就是execution的process來的 怎樣把這個plan 切切實實的 真是in reality 因為當我們想著這樣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明白了 是吧 合作不會像你想想的 是吧 那當時的時候 你就需要很大的courage 如果any grand朋友 就會明白後面 是吧 就是那個fear 就是其實代表 為何要想那麼多 因為你想stay 是吧 為什麼你會有shame 因為你想been recognize 你想been proud 是吧 feel這件事 到最後 如果真的 你會生氣 就是因為所有的plan 不是你心目中這樣想 那你要有一個resilience 去做 那這就是我們的way leadership 當然啦 如果真的跟CEO說 就會再escalate 這樣說 是吧 我呢 我呢 就喜歡挑戰 我覺得玩一下 這個一分 就是我給 可能15至10秒 真的 我想問這個問題很簡單的 就是 你們經歷過 那麼多年的技術生活裏面 有一些leaders 總有一些你自己留意印象的 真的覺得他很好 是吧 心甘命底 formigation 或什麼discussion efforts 是吧 那我想問 我想你會和隔壁的朋友仔 真的15至20秒 很快 我想你告訴他 究竟你有沒有遇過這個老闆 Hopefully 一個人有 是吧 否則真是可憐 如果不是 要focus 他做了些什麼 而令到你這樣的feeling 覺得你心甘命底 什麼上刀山落油 你都可以幫他 是吧 好 現在開始 30秒 一個 很快去change okokok exchange 都沒辦法 幫不了你了 太慢了 ok 扔一兩句出來 行不行 說一兩句 我很有位置 care 他做些什麼 而令他覺得care 是啊 ok 即是會有個溝通 會了解你的衰或者難處 還有沒有 聽不到 recognition 他怎麼recognize你 我明白 但他做些什麼 而令到你覺得他trust你 讚 讚 ok could be one option 還有沒有 是 會很放手給我做事 但他做錯事的時候 會聽得到 好 ok 好清晰 好 這個呢 如果你覺得有些好玩 哎呀 真的不太辛苦了 聽不停可以聽 這個你就會更好玩 那就相反了 是不是 究竟有沒有野人的leader 令到你很discary 你真是想死的 你做什麼都不滿意 那樣 Dock Hopless 來吧 給死人要來 ok ok 果然是熱烈一點的 你看看我們工作 你香港人多大 是不是 ok 講了這半個口號 我到處走 在這邊 等個出來 有沒有 現在沒有辦事 剛才那麼吵 來吧 講大話 講大話 即是講不算數 然後喂 OK 還有沒有 剛才有人舉手 是 可不可以講 自我中心 他做了些什麼 令你覺得他很自我中心 其實所有的事都為了自己開設計 ok 我都不再問下去了 這種情況 ok 多謝你 你見到不停問他想 focus on行為 看不見到 ok 他做了些什麼 你覺得他是審人審本 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做 要不停給了 噢 即是不停給了 就算你跟他說老闆不是 這個project真的接不到 他都繼續講 是不是 ok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如果我達不到20分鐘 我的KPI不行 那是不是最快 ok 就這樣的 上面你想一想 無論你說些什麼 你覺不覺得 某程度上 都不會離得開 他有自己的reflection 有自己的責任感 即是想一想 我有什麼責任 都是一些理解 問 溝通 有些同理心 是吧 不等於他一定會認同你 但是他會try to understand 是不是 還有有個reflection 我想這件事不會走得太遠 在我們這麼多年來 在企業的工作裏面 但是呢 下面就只有幾個字 講來講 他心目裡是所有的幾個字 要不就blame 要不就defensive 不是啊 你不明白了 你真的做得很錯的 Joy 他又講single 我也要講Joy 然後 否認 我沒有感覺 剛才有人說了 然後不停的justify 即是很悶 他不停在那邊說 好了 那個point 到這裡 在這裡呢 精進之處呢 就是這張最複雜的slider 原來很便宜 那今天呢 因為呢 我說給20分鐘而已 那你想想 有九個level 一個level 兩分鐘已經玩完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什麼都不說 但是呢 這個線上和線下呢 有兩個model 我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不難明白 第一個 叫做debrew of self-sentence 剛才我和朋友 多謝你 你說自我那樣東西 是不是 如果那個人 在一個健康狀態呢 理論上 他的自我中心 那個ego呢 是不要用零啦 但是 勁少勁少 是不是 如果他在一個線下的狀態 是below the line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 It's all about me 講來講去都是我 經典就是 有人說 不如我們來聊聊 但我們怎麼歉了 但整個會都說我 好了 接著第二個呢 叫做debrew of behavioral vision 這個小小 小小解釋 那個behavioral freedom的意思 就是說呢 我的腦裡面 我覺得我有選擇 所以我行為 才有選擇的 make sense 是不是 好了 他就說了 在above the line的時候呢 理論上你會有 A B C D E F 種種不同的選擇 當你在線下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 你有選擇的 但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我的選擇 是吧 that kind of make sense 不是太難明白 那這些level呢 先賣一下關注 是吧 你們看了之後 是吧 這兩位會給你們看的 那呢 那你想一下 其實很簡單的 如果我做一個summary 都不明白的 在線上的 沒有什麼ego more choices 有很多選擇 會想自己的責任的 會停一停 停下來 反思一下 跟著 如果在一個organization的狀態 就會經常都想 what's best for the organization 是不是 好了 反過來 你會知道 當然啦 很大自我 沒有什麼choice 或者很少choice 不是我的責任 是你的錯處 然後他就說 沒有什麼reflection 而且經常都在說 是我的 去到這裏呢 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都覺得 single 我都不知道你講什麼 那不要緊 再下一城 再前一點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想說什麼 如果你真的幻想一下 我們每一天 每一個moment 其實我們的腦裏面 都有很多小朋友在操作 那問題是 emotional health的人 就是會不讓這些東西操作 是你自己去操作他們 是不是 我反過來就是 給你一堆東西 告訴你做什麼 然後你就去做 這個idea其實真的這麼簡單 但是呢 不要緊要 都還不明白 不要緊要 那我就看這些圖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個是近 我想都半年了 網上瘋傳一個日本的situation 話說就是 其實那些男士喜歡Apple 應該會很害怕 話說就是兩口子吵架 那女士呢 就想 有什麼令她最生氣呢 很絕能力 將她所有最喜歡的東西 都放在這個浴缸裡面 是不是 好了 那麼呢 講笑歸講笑 是不是 我們都有學習的 learning 看看兩個model 第一個 degree of self-centeredness 你覺得那個女士 在採取決定的moment的時候 究竟她是想自己 還是想我們的關係呢 for office 是不是 這邊 你覺得她腦裏面 連當時那一剎那 有沒有選擇呢 應該都沒有什麼的 我們猜 選擇就是等10樣 還是等8樣呢 她會不會有太生氣呢 是不是 那都是丟的 OK 第二個呢 我有時經常都會說這件事 就是 經典的 這個是純粹過男士 學足球 斯丹大家都明白 我今天特意回去看看資料 我發覺原來呢 她是唯一一個呢 在這麼多年來的 world cup的 家事的時段 就是總決賽 家事的時段 是被趕走的 原來呢 這麼多年來 有四個是被趕走過的 但是呢 就值得她一個家事而已 那怕了又是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我看那個呢 是其實呢 她同關港元祖 其實她走開了 如果你看看片段 但是她再回頭 再撞 那我想那個呢 一樣了 大家都明白我想說什麼的 那我想這個 Motional Health的狀態呢 我想不用多 如果我再說呢 大家都可以明白 在organization 裡面呢 當如果你有一個Leader呢 非常bellow the line的時候呢 大家就happy了 是不是 那我只要一個例子 去說 我們在譬如的時候 我們真的會做這件事的 就說喂 你可不可以 告訴我一個quality 那這個是一個真實的 一個work out的 他們有一個人說 哎呀我好creative的 那我就說喂 creative 你有什麼好處呢 他就說喂 大家明讚 我看到很多人 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概念 又有courage 可以試試新的東西 接著我們就問 不理解 那你有沒有試過呢 跟一些很距離的人 作理商殺了他 那他又說得出的 他就說呢 喂 他們有時候真的太過顧自己 接著呢 喂 離地的 那隻 然後又告訴你 喂 他經常轉來轉去 因為他很距離的 明天又這樣 我看到很多人 然後就 喂 有沒有發覺呢 如果你說你不喜歡那個idea 他很瘋癲的 有時候可以 是不是 接著呢 completely in the difficulties 我不理你 經常有人告訴我 做車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design這個車 要 run manufacture 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狀況 那我們就跟著 在下成年 其實你覺得他怎樣的狀態 你會拍完手掌 去用這個quality呢 他就會告訴你 喂 那不是啊 大家坐下 我都明白你design得很辛苦 可不可以坐下 大家聊聊天 有什麼在行政上有什麼困難呢 那另外跟著就說 啊 我們都可以聊一聊 大家有什麼challenges 之類 這就是一直走上的 但我想提出一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spectrum 來的 是不是 一句說完 在leaders裡面 我們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訪問了leaders的時候 私會告訴你他在這裡 但是 其實你的同事覺得在這裡 但是其實他是同一個人來的 他都是creative的 最後呢 這個我不說了 這個example 那最後呢 我就會這樣說的 在不同的企業範疇裡面呢 我都會反思這個問題 究竟在我們平時做selection recruitment的一些高層 究竟我們在這裡做一些 大家這些C&B的experts就會知道 當你做什麼job banding的時候呢 就只是顧個job的嘛 不同的人沒有乖的 對不對 究竟他有幾個connectivity financial啊 know-how啊 那跟著呢 我們講talent啊 他future potential 跟著呢 再講leadership 我的question就是 究竟我們 應不應該去考慮一下 emotional health level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element 最後一張sign 就配合回今天 Volka 我自己講了 你問自己兩個問題 沒有答的了 第一個呢 究竟在這個Volka的年代 究竟我們需要這一群leaders 需要不需要考慮 還有有多少emotional health level呢 第二就是 究竟這件事 怎樣跟這個profitability signability 甚至contribution society 如果那些人繼續 不停的load the line 一直這樣 我們腳滾穿的時候 究竟我們的社會會變成怎樣呢 那我今天講的 謝謝